桃園国际机场第三行下新建工厂经费 原先核定956亿元 桃机公司初步估算 未来可能增加300多亿元 总经费控制在1300亿元内 主要关键营建成本原物料上扬 再加上缺工问题严重 人力成本增加 基本上这几年的 这个工料双涨的情况源自于两个 第一就是可能是 乌尔战争的一个相关的影响 造成全球性的原物料的上涨 再来就是COVID-19相关的影响 还有就是台湾本土 很多的厂商回来台湾建厂 就会造成员工的建筑工人的争夺 商行下这个工程其实拖延太久了 在我们之前的物价跟现在物价 当然是没有办法比较的 再来就是这十年当中里面 包括钢筋水泥原物料的价格 乃至于像现在的土地的价格 已经翻涨了好几倍 那这样的一个成本一定都反映到现在 根据行政院主技处公布台湾 营造工程物价指数 2007年4月74.95 到了2023年4月来到最高点109.6 虽然后来有小幅回档 但依旧是相对高点 关键在于全球原物料上涨与通膨 基本上工工工程会受到营造物价指数的影响 以台湾为例 我们从2017年开始到2023年的第一季为止 整个逐月的营造工程物价指数都是为服上扬的 而且每一个月的叠加 那造成我们桃源机场三行下 当时编列的预算显然是不足 所以需要再追加这部分 因为这个供料双涨的情况 所增加的预算 那当然了 这个一开始 公共工程在编列预算的时候 都会考虑当时的营造工程物价 以及未来几年可能的物价波动 桃源机场第三行下 是台湾十大建设后最大单一量体公共工程 预进2026年就能完工 根据了解 截至2023年12月 施工进度为26.535% 我们可以观察到 其实这几年下来的话 特别是公共工程的问题 因为公共工程本身还有招标 然后另外还有所谓的一些 时程上面的一些规划 所以特别容易发生 所谓时程延宕的问题 那在这几年来说的话 因为供料标档数非常的快 有很多的公共工程 他当初是采取所谓的最低标的 最低价的决标 那很多的业者 他都已经不服成本 那这也会直接造成业者 在所谓的承包一些 所谓重大工程建设上面 意愿的低落 所以确实也是因为这些原因 像桃园国际机场 T3他们接下来 他们在当初招标的时候 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压力 第三航下主体结构 采大跨距设计 采用16只高19公尺 每只重200公顿的巨柱 支撑起面积达10万平方公尺的 双曲面波浪型屋顶 目前已吊装完成 6只巨柱 这种营建的成本 他增加之后他就回不去了 那这么增加的这一大块的成本 其实就是全民在 所有的纳税人 用他纳税钱去做买单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事实上不只是 桃园国际机场的T3航项 那接下来包括了很多的 地方政府 他可能会有 所谓的重大建设的施工 我觉得政府 如果针对重大的工程 其实可以用特别预算 赶快新建 赶快完成 对民众来讲 或者是对政府来讲 都是一个很快速的解决方案 桃园机场公司表示 近年因营建工程物价持续上涨 将对物价波动 人力成本及工程推动等面向 进行通盘检讨 推估后续至完工时 所需修正金额后 再寻程序承报 TVBS新闻 陈寅人 焦汉文 张正安 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